大家在美国的这些徒步录音上 经常会出现这种一个铁盒子一样的东西 大家知道是干什么的吗 我再给大家揭晓一下 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 一个如果你要在这里钓鱼的一个许可 你要在这里登记报备 完全是凭自觉 在美国呢很多野外的钓鱼 都是要有许可的 你不能拿着杆直接想钓就钓 所以这个箱子呢其实就是给你做一个登记 有许可的人你在这里登记一下 今天我来钓鱼了钓了多少 这个东西呢是完全挺自觉的 你也可以不登记 但是如果你被执法人员抓到了 那就会被罚款 主要是靠自觉 点积控制 那么本来就帮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